多於會吃食品 對 吃加工品 然後盡量會吃食物 然後 也知道其實減重千萬不能癌餓 對 然後因為要把血糖維持在一個均衡的狀況下 所以癌餓是沒有用的 然後 對 教練 其實那個時候的營養師 我有家教練 他就每天問我 你有沒有吃東西 吃得夠不夠 他很怕我都是吃得夠 喔 因為他有很多 對 雙邊是有運動之外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要少吃那個 才不夠瘦 其實是錯誤 對阿 要吃對食物 是對世界 然後不要讓自己餓到 教練才會看我的食物 就是我吃的東西 要記錄給他看 然後他都會說 你吃太少了 很妙 然後我們是很瘦 然後說 他們想要吃你 我吃好多 我現在每天 就是從開始call我瘦了之後的消息之後 每天就被關爆 然後大家都問 怎麼瘦 怎麼瘦 怎麼吃 然後我有盡量 我就私訊已經不回了 因為私訊真的每天太多了 對 我就盡量公開 我想說 呃 就針對大家的問題 因為其他問題都我內容 所以我就盡量可以回 然後盡量把我的 瘦身的過程 然後分享給大家 有一些 我就覺得 我也沒辦法 就是 他會跟我講說 呃 他因為這樣子的身材 肉肉身材 然後出社會找不到工作 然後被同事拍擠 然後朋友也會 就是拍擠他什麼 我覺得 我說 那你就開始 那你就要考慮 如果這個胖 對你來說 你的人生真的已經受到 這麼大的影響 然後他很 就不想出門啊什麼 我說那你要不要考慮 跟我一起建築 一起瘦身 然後可是我不運動 他就 可是我不想運動 我就 那誰就得了你啊 對 就是或者是說 我說那你先從飲食開始 我也很認真跟他分享 你就不要吃 什麼甜食啊 什麼先拿掉 精緻食物拿掉什麼 然後他說他沒辦法 那誰就得了你啊 對啊 我就覺得 像這樣我就真的 沒辦法 然後 然後 就他在跟我抱怨啊 或是在跟我講 他的人生 我覺得 因為我已經想要 就是 對 可是如果自己不想改變 我覺得我也沒辦法 比較後悔 我會不會想要 我會想要 你會想要 你會想要